欢迎收看90号二台宝妈的日常生活 今天早上和伙人去卖百香果了 我来蒸几个鸡蛋给孩子们吃 放上一点酱油 嫩嫩滑滑的超级好吃 像果冻一样 他们两个都很喜欢吃 每次都能吃完都吃不腻的 回家回家 妈妈 小宝吃的掉在地上也不浪费 母鸡带着小鸡跑过来吃了 现在小西瓜放假在家 可以帮我看一会小宝 还有这个板子围在门口 就不用担心它乱跑了 北上贝罗又来地里面摘菜了 几天不见这个苦瓜呀 都长那么大了 这树上长了有三个都可以摘了的 这几颗黄瓜是最早成熟的 现在藤椰老得差不多了 长出来的瓜没有干出来的好了 这些西红柿才隔几天不见就红了那么多了 虽然说没有够的拿去卖 但是自己吃的话还是可以吃到饱的 也不知道是品种的问题还是天气的问题 这边的西红柿好多都开裂了 像这样子的好多都吃不成了 还有鼻涕虫来吃 另外的这一块地呢 这两颗就好很多 几乎是没有坏的 在网上买的白茄子苗 这几天下雨长得很好 一颗都可以长那么大了 结了很多的白茄子 就是买的那些瓜苗啊 还有辣椒苗不是很好 这几个茄子有点小了 就留着下次再摘了 反正吃不完那么多 还摘了几个辣椒回去炒菜吃 这个品种的辣椒应该是不辣的 刚刚他们两个睡着了 现在醒来了就在哭 刚好我也摘的差不多了 回家拿番茄烘他们 小西瓜看见他的最爱马上就不哭了 小宝就不是很喜欢吃的 吃了一个就扔到地上了 没想到这个鸡屁连屁连的就跑过来吃了 早知道他喜欢吃 就把刚刚那些开裂的捡回来喂他了 这一盆衣服是回家之前泡的 随便搓一下把泥巴洗干净了 再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洗 还有其他的衣服 把刚刚摘下来的这些蔬菜 一样拿一点来吃 这个苦瓜再晚再几天就会变成苦瓜种了 切成一片一片的 用盐盐一会儿再拿去洗 把它的苦味给洗掉 炒菜的时候把后门打开 那个蚊子一下子就进来了好多 赶紧的点个蚊香 从冰箱里面搞一坨肉出来 一起炒菜吃 虽然不怎么喜欢吃肉 但是菜有个肉味吃起来也更香一点 先把肉来过一遍油 再把茄子倒进去 炒茄子就比较费油 我倒了一点点水进去也很好吃 再炒一个苦瓜炒肉 这个菜我是放着辣椒的 他们两个也不喜欢吃苦瓜 就放一点辣椒 还放了一点家庭必备的小调料就可以了 还煮了一个紫菜蛋花汤 还有一个凉拌茄子 等合伙人去卖果汁回来 我们就吃饭了 今天我们吃的比较晚的 八点多钟了才开始吃 白天洗的衣服到了晚上了才晾上 今天晚上应该是没有下雨的 这样子晾到明天应该就可以穿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